各位老师大家好,我是吴老师 那最近呢我花很多的时间在剪辑一些教学视频 所以的话我对一些视频剪辑的软件开始慢慢的熟悉起来 那我用的是MacBook 所以的话iMovie是自带的一个免费的视频编辑工具 然后我发现iMovie很多的强大的剪辑功能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是iMovie的教学视频 好,首先呢我们打开iMovie的软件 然后呢在这里点击Create New 我们是Create New Movie 所以点击Movie 在这里呢你要import你所有的media 所以你点击importmedia 老师们就可以加入你们要用的视频音频以及图片 所以我现在的话我要加入这个这一个影片 import selected 然后我还需要再加入 那我要点击fileimportmedia 还有一些我的screenshot我需要加入 我还需要再加入 还有一个很快的办法的话 老师们可以直接提前把它放在一个folder里面 然后把它拖曳到这个resource bank里面也可以 这三种办法都可以import你的media 好,接下来我把这个视频拖到下方 这是我主要的剪辑视频 老师们可以看到这个视频看起来很短 但是其实是7分57秒的 那我要让它变得更长一点 这样的话我有的地方好剪辑 然后我听一听 学生在探语学习当中都会 好,我觉得刚刚那句话说的不是特别好 所以的话我在竖的这个黄线这里点击 Split clip 把这个clip分成两半 两半之后呢 我觉得前面刚刚那句话我不要 我直接把它拖曳到前面 那样的话那句话就被我剪辑掉了 然后的话你只要调节前面和后面的视频 让它连贯上就可以了 所以视频当中出现一些小错误的话 老师可以用这种办法把它剪辑掉 下一个的话我来说一说调色转场 这一个的话比如说点击 我们这里有一个调色盘 比如说我觉得我要把它变得更暖色调一点 或者冷色调一点 都可以根据这里你们的喜欢来调整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里 如果我要把它的这个屏幕的话转一转 可以进行调整 如果你的方向是调错的 这里的话也可以crop to fill 比如说我想要这个头像再近一点 我就可以把这个头像专门的 在教学的时候再zoom in一点 这个就是我们的调色功能 接下来的话如何转场 比如说我这里讲完之后呢 我要转接到下一个话题 但是呢不是很流畅 所以的话老师可以点击transition transition的话 我比如说我就要用这一个 我只要把它直接拖曳到这两个clip中间就可以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是这样子的 发现实现一些常见的语法 所以它有这样一个过渡的功能 如果它从上一个话题转到下一个话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transition 那它这里也有很多的选择 比如说这个我觉得也非常的好看 所以这个就是转场的功能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如何加字幕 加字幕的话看到我们有这个title title的话它这里有很多的字幕 我一般如果是一个主题性的 我又会这种放在中间 如果是我要放在下面一点的 我会选择这一个 或者下面这一个 比如说我如果要选择这个左下角的这个的话 我点击这里 然后的话你可以把鼠标移到这里 然后输入你要写的字 我的中文课 那么你可以改变这个字的大小颜色 比如说我要把它变大一点 200 然后可以把它变它的颜色 或者加粗 这已经加粗过的 然后或者放中间 然后你也可以改变字体 这里有很多的字体 你可以选择改变字体 这个颜色有点暗 所以我换一个鲜艳点的颜色 按字幕之后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是这样子的 我相信很多的老师在教学的时候 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个字幕拖长 让它的时间更长一点 比如说现在是5秒7 我也可以让它变得更长 让它待的时间更久一点 然后到最后时间快到的时候 它又会自动消失 这个就是加字幕的功能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加图片 我们还是回到我们的mymedia 刚才这里加了很多的图片 这个非常的简单粗暴 你只要把这个图片拖曳到这个上方就可以 那拖曳到上方之后呢 你会发现它把你的整个界面都已经cover住了 所以我们要点击左上角的这个 这个是cutaway 那我会选择picture in picture 画中画 画中画的话就是既能看到说话人 也能看到这个图片 然后我会有一个zoom的功能 然后我会让它有一个边界 这样看起来的话比较专业一点 好完成之后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读音是相同的 所以这个效果是这样的 如果你要把它加长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拖长 那这里的话你可以加任何的图片 我一般会去网上下载 如果是你word里面的文件的话 你也可以直接screenshot 然后把它这个图片import在media里面 然后的话你就可以用到你的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就是加图片的功能 那有的时候你可能既要有图片又要有这个字幕的话 你很简单还是跟刚刚的操作是一样的 那我们现在在左上角我要加一个字幕 我只要把这个字幕拖在图片的上方就可以 然后我的字幕要写就是ib课程 所以的话待会我播放的时候 它是既会出现字幕还会出现这个图片 男生的他们女生的他们 所以这是加字幕和加图片的功能 我这个有点图文不符 所以请大家见谅 接下来我要说说如何在你的影片里面 再加一个小的影片在上面 好我们还是点击mymedia 那我还是用刚刚这个影片 那我想把这个影片作为画中画的形式给大家展示一下 那我直接把这个影片推到我这个影片的上方 然后还是一样点击我们的左上角 然后点击画中画 然后这个影片的话就会出现在这里 然后我会给大家一个边框 然后有zoom的感觉 那么这里的话你会发现 两个影片同时讲话的话可能会音效不好 所以的话我可以把上面的这个影片 静音按到小喇叭的功能 把它的音静掉 这样的话它你看到这个蓝色的这里 它是没有任何的声音的 所以的话上面的影片是没有声音的 所以就会出现一个这样的功能 一个人在说 然后这里有一个动画的解释 那有的时候呢 如果我想要把说话人的静音 你也可以把说话人静音 说话人只要点击下面这个视频 然后把它这个静音 点击喇叭 然后把它静音 然后点击上面的把它喇叭开起来 这样的话就会出现这个画中画的 是在讲话的 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是吴老师 那么我相信这个功能的话 是非常适用于我们的教学 如果你要把一些音乐的视频啊 放在这里面的话 就会非常的方便 接下来给大家说一说 加背景音乐 背景音乐的话其实非常的简单 只要把这个是我们刚刚在那个 Import Media的时候加入的 然后把它拖曳到这个最下方就可以 最下方的话 它就是我的背景音乐了 那我可以点击这个背景音乐 然后把这个背景音乐的声音变小或变大 这样的话 我既能听到音乐 也能听到说话人的声音 这样的话就不会非常的混乱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 好最后再给老师们说一说 我们的这个加速功能 加速的话 你们看到这个右上角 有一个这个speed 那比如说我这个上方的视频 画中画的视频 我要想它加速 我点击这个 一定要出现它的框框 它的黄色的框框在这个上面 所以说明我选定它了 然后我点击加速 然后的话 我可以把它变成很快的 让它速度是很快的 我可以乘2乘4乘8都可以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效果是怎么样的 比如说你有的时候 要放一个手工的视频 然后它的速度有点慢的话 你就可以做一个加速的效果 好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